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今天给大家带来几个话题 近日 网传山东危害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赛报 医院患者住院排队 有患者称全是羊 同时 广东官方发文要求尽快销毁疫情证据 英山进山 严访疫情数据泄露 6月24日 有网友发布视频说 近日 山东危害疫情在线 患者住院排队 视频中 疑似一家医院里的多名医护人员正在忙碌 病床上都躺着人 拍摄视频的男子说 危害住院都排队了 全是羊 这是我第一次羊 住院已经消费一万多了 没羊的一定要做好保护 特别是到医院的外卖小哥 羊康的也要注意休息 小心后遗症 新冠感染者仍有人重症去世 微博公号张义安 龙湛宇也列为一日发文说 今天在一个十多年的老朋友群里听说的 一个朋友的朋友三羊 人没了 另一个朋友的姑姑二羊症状严重 在医院接受治疗 姑父已经不在了 疫情不会因为不做核酸 不扫健康码 不抢之戴口罩而消失 假装看不见 也不能避免感染 大陆新冠病毒疫情一直在持续 中共官媒新华社5月28日曾发文承认全国发热门诊 就诊患者数量有所增加 官媒人民日报也在6月1日发文称 近期多地限散发疫情相当一部分是二次感染 近日针对很多网民询问 新冠的第二波疫情过去了吗 的问题 爱问健康发文指出 目前还有不少人正在经历着新冠的感染 这样的一种情况能算是新冠二羊的疫情结束了吗 北京市卫健委6月25日发布今年第24周 也就是6月12日至6月18日疫情周报 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排位 新冠病毒感染再次排名第一 从第17周至24周 已经连续第8周排在法定传染病榜首 而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胡扬 2023年6月在其微信公号发文表示 新冠二羊患者还在增多 门诊新冠以及新冠后遗症的患者所占比也在增加 6月22日 网传消息显示 中共广东省6月21日发布的关于做好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相关数据处置工作的通知呈 按照应山进山的原则 切实做好设议数据安全管理和处置工作 要自查到位不留死角 严防疫情防控相关数据泄露 通知还称处置内容 是指电脑手机等个人终端上存储的所有涉及疫情防控收集的个人信息 包括通过邮箱及工作群 政务微信及互联网微信群 月正义等网络传输过的数据 纸质数据等 6月25日要进行检查 还要求填写自查表和成能书等 真是不知所谓 在国外人们已经渐渐从疫情中走出来了 不见恐慌大面积感染的事情发生 而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却依然如此严重 难道真如国内的一些人猜测那样 是有新的病毒出现了 可是中国人都在往外跑 为什么国际上没有那么大的反应呢 这个病毒到底为什么在中国如此肆虐 而且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呢 中国人难道不该仔细想想吗 中共要抹除三年疫情所有的痕迹 有网传聊天记录显示 刚才跟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吃饭 上面下发绝密文件 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到县委基要事阅读 不得复印摘抄 要求全部销毁三年来涉及防疫的所有痕迹 毁尸灭迹这孙子 医院前段时间就要求所有人员将手机设议的所有信息全部删除 这TM的真是没人能治得了他了 还有微博网民称啊 三年疫情后和朋友聊起一件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魔读疫情期间的很多指令都是口头传达 没有文字没有文件 口头通知不得记录 但是必须执行 等这辈人死了 历史学家要花很多时间来考证 而且还不一定对 这个做法呢 其实是中共的一大特点啊 比如为了镇压法轮功呢 江泽民单独设立了一个法外部门 凌驾于法律之上 专门听命于江泽民及其走狗的610 这个部门最大的特点呢 也是口头传达 向下面的单位和个人施压 要求他们迫害法轮功修炼人 目的呢 也是 有一天真相大败于天下之时 如果要清算 他们希望没有任何书面证据 能清算他们这群魔鬼 但是那些被他们当枪使的基层公检法人员 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们呢 也不管上级命令是对是错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最后呢 害的是自己 尽管呢 中共以各种手段掩盖新冠疫情真实情况 阻止消息泄露 但民间反馈 也许和钟南山的预言相吻合 5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在大湾区科学论坛 生物医药与健康分论坛上发布 新冠第二波疫情预测言论 称6月底呢 将发生第二波疫情的高峰 每周呢 约有6500万人感染 钟南山还透露 基于各个突变株的RO值 也就是啊 有效再生病例数报道呢 新冠病毒随着时间推移啊 传播能力也不断的增强 他称啊 一个奥米克戎感染者可传染30多人 我们的这个疫情防控战略 已经从过去的预防感染 调整为现在的预防重症 因为感染是很难预防的 中国大陆呢 监控老百姓那是无孔不入 今日网传 北京有25000名网警 每天专门监控民众怎么说话 有警察就无奈的说呀 你觉得我不累吗 每天都要看看老百姓 谁又议论他了 只要提他就不行 6月28日推特账户老司机 发布两则视频说呀 看看中共网警 维稳日常在干什么 有多折腾 都说不清该笑还是该哭 活在这样一个社会 真是糟糕到家了 视频中呢 疑似一个被北京警察询问 并被没收手机的小伙子称啊 警察说现在只要提他就不行 你提谁都行 就是提他 绝对就是犯毛病 现在什么时期你不知道吗 该小伙称啊 自己知道 但没想到能敏感到这种程度 那个警察吧 出了一口气说 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份工作呢 你说我们多少大案要案都破不了 每天播出大量的警力 就监督老百姓怎么说话 看看老百姓谁又议论他了 你觉得我不累吗 该小伙表示啊 警察称当天算上审他在内 已经审了第80个人了 那他问警察呀 全北京聊他的人 不能就80个吧 每天不定得有多少人议论他呢 警察反问是否知道咱北京现在有多少网警 每天就是干这份活的 警察说 两万五千人 两万五千人就负责监控老百姓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该小伙子震惊的说 警察还称他们的系统是有数据监控的 一旦谁涉及到敏感词啊 就立刻推送到人工部门 在审查后决定对你采取何种措施 这两万五千人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网友都骂娘了 就TM监控北京市老百姓的聊天记录 还有比这更浪费社会资源的事吗 一个从始至终的废物政权 不靠浪费资源能活下来吗 仅一个北京呢 就两万五千人干这件事情 那全国呢 我终于知道咱们国家 每年的一万亿的维稳经费 花到哪了 该小伙表示 自己等了五个半小时警察 才把手机里的200GB的东西备份完 当问及警察 手机内的隐私是否会被泄露时 另一警察称 你知道我们每天没收多少人的手机 早看麻木了 对此呢 有网友说 再一次证明了 中共是最邪恶的 天灭中共 日前呢 苏州会议中心一场迎七一活动上 一名乐手呢 正在吹奏 吹捧中共的歌曲 突然倒地不起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引网友热议 吹鼓手的下场 7月1日呢 是中共建党日 6月28日 有微博大V发布消息称 苏州会议中心 6月27日 举行的一场党舰演出发生意外 消息称呢 视频中 由西美社区党委 主办举行迎七一演出时啊 几个人正在用葫芦丝 演奏吹捧中共的歌曲 站中间的一个男子 突然停止吹奏 当众倒下 多名观众跑到台上查看 现场是一片混乱 演奏中断 有人打电话 有人上前给倒地男子掐人钟 做心肺复苏 但是呢 倒地男子在视频中是两腿伸直 一动不动 经抢救无效死亡 有网友说呀 本来就是吹哀乐 把自己献祭给党 鼓吹邪灵 死而后已 公开资料显示呢 西美社区是苏州市 姑苏区 苍浪街道下辖的一个社区 位于古城区中心地带 目前正值中共的所谓 七一建党级前夕 多地开始举办所谓的迎七一活动 过去几年呢 中共党庆活动 以及红歌演出随地倒 已是多次发生 一个月前 网络也传出过 演唱红歌出事的视频 5月27日呢 南昌市青山湖区 多所幼儿园 在区市镇公用广场 进行庆六一文艺演出彩排 但是呢 舞台背景显示屏时突然倒塌 据报呢 有9名幼儿被砸伤 视频显示 舞台上又有20多名幼儿表演 舞台后方的一座立地大屏幕 突然整体倒向舞台 附近的一些儿童瞬间被砸倒在地 现场的家长和儿童发出尖叫声 再早呢 大陆也多次发生过唱红歌随地倒现象 2021年 中共百年党庆 当局组织唱红歌 接连发生 唱歌人突然随地倒的现象 有一段视频短片的画面中显示 四川省宜宾市旭州区 举行的一场百年党庆活动中呢 一群身穿粉色衣裙的大龄妇女跳扇子舞 期间呢 有一名女演员走到台前时是突然倒在地上 不再动弹 还有一段视频短片显示呢 北京通州举办唱红歌表演现场 站在后排左起第三的一名男子 演唱过程中突然似乎神志不清 头慢慢下吹 最后摔倒在地 难怪网友这样说 魔鬼的歌曲唱久了会折兽 CCP的将来呢 也是这样 没有任何预兆的脆断肯定的 朋友们呢 这些呢都是警示和征兆 如果更多人肯相信 肯多想想 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得救 希望在这个宇宙的过渡时刻呢 更多的人为自己的未来 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